让他对他自己的行业产生尊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然那个代价台湾两千三百万口是付不起的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针对土地去负责 我当时09年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之前那个老板跟我讲 为什么摆两棵新的树在那边就没有生态 我从张望苗虎买两棵新的树来种在我的建案的门口 鸟不来蝴蝶不来 我真的打不出来 因为打不出来我没有办法面对它 我也不知道我那个行业是什么 什么意思啊 然后就离开 去走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经历了很多各式各样的行业之后 我发现商业结构扭曲了太多的人性 人也渐渐不太理解一些事情 可是我终于在刚刚地球之爱在推动的过程中 遇到了很多那些我找来的人 为一个生命花20年花30年花40年的人 终于从他们身上看懂一件事情 他们教会我原来那两棵老树到底是什么意义 生态是我们看待生命的态度 生命包含人包含鸟包含狗包含树包含草 鱼所有的生命看待生命态度一旦不正确的时候 我们就会做很多错误的事情 砍房老树其实是小菜一碟 那算什么嘛 根本就没有感觉啊 我们不可能在生命态度不正确的情况下 有可能在乎环境的 这件事情它是绝对办不到的 后来我开始理解之后 我试着让生命这件事情重新在建筑业里面 它能不能产生不一样的态度跟看法 那刚刚看的那个是在2011年到2012年推动的地球赛的第一期 建筑业跟生态界的一个互相第一次的接触 没有人要来教建筑业 采大气粗我要教你什么 应该是卖房子找你明信代言 找我干嘛 慢慢到了2012年 刚刚那个影片结束之后 那去年我在推第二期的地球资亚的时候 在探索一件事情 如果在那一年 我们在2011年到2012年我们同意一件事情 包含业者跟生态专家都共同有一个默契 土地是属于生命共有 那再来呢 如果你同意那再来呢 再来在去年的七个月里头 做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有一块建地 真的要盖一个房子来做 它卖给人 人家用一瓶多少钱跟他买的时候 那你要同意这些土地 其实是生命共有 我要怎么设计 我要怎么选菜 我要怎么卖给人家 怎么样在台北市中心 金山南路9号 基地500顶的地方 按照台湾的建筑法规 消费习惯 盖出一个共生的大楼来 我们没有办法真的盖 因为是一个杜根的环境 它现在还不能够盖房子 可是我请了八个学生 这八个学生从政治大学的地震系 从大一到研究所二年级 通通都有 他们自己来报名参加 然后去认识海豚的保育 去扶山植物园找一下穿山甲 怎么样盖一个自己的家 然后他为什么要住在那棵树旁 因为那是他的餐厅 然后去看看蛇怎么样在那边走 因为那是他的交通规则 我们让八个学生上山下海 学完说已生动物之后 然后他就创作一个作品 那个作品要跟生物能共生 然后这个作品做出来之后 要被两组人考验 第一组就是生态专家要听他解说完 那个设计概念之后 跟他说没错 你这一栋大楼一楼有鸟 三楼有蝴蝶 顶楼有老鹰会来 我确定你这样做 我是生态专家 我敢跟你保证说 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他会来 然后他要再拿这个建筑作品 去找所有的房地产销售厂商 他说这样的盖 他就卖得掉 有没有卖点 然后他们就真的做出来之后 就开始经历 然后去找到那些建筑公司的时候 大家开始研究 然后发明 所以他们说这个有卖点 这样是盖得出来 我知道我一定可以卖多少钱 当然那是学生的模型作品 并不是真正已经盖出来的 所以相对的 我的进度 必须在第二期 停留在一个模型 是一个符合台北市建筑法规的模型 他证明台湾房子的低楼层 可以跟鸟类跟蝴蝶共用 高楼层可以让猛禽来停轻 所以那些商家说 你这么做的话 你这样子做 你这样子规划 OK 他是会来按照他的行线 你不用抓他 只要这个条件他确实会来 然后建筑公司刚刚说 这个有的卖 我知道的话 我告诉标语怎么写 心理消费者 他说这个有商机 但是进度停留在一个模型 因为建筑公司 跟一般的产业不一样 车子研究好 一个月就不出来 电脑发明 一个礼拜可以做出来 房子研究好 最少三年 他不是下个月做一动来的 到第二期的地球直在推到那里 我现在结尾放的这一棵是在台南 武飞路上头 这一棵是100年的凤凰树 我的一个朋友 台北的建商到台南 买下他们家隔壁的一块地 就是这一棵百年凤凰树的这一块地 他买下来的时候他找我 他说地球是在上半天 我决定了 这一块地整个的卖点就是这一棵 100年的凤凰树 我从头到尾给他保护好 我还有一个去给他找日本的树医师了 我从头到尾要把这个百年凤凰树保护好 而且我请生态专家来帮我创作音乐 为这棵凤凰树的历史创作一首音乐 将来我的房子盖好交屋的时候 就是把这个凤凰树的书、音乐一起交屋 然后这一棵树就在他整个监干中庭的最末端 他在那边准备在这边 他就会有个车站设几张椅子 然后社区里面的洞线要怎么走 然后那个房子的几楼是看到这边几楼 是看到那边几楼是看到那边 就是围绕了这一棵凤凰树 来发展他的监干跟销售 然后为他出版文学才拿着飞路 你信不信建筑也会改变 信也好不信也好想办法让他变 好处不会被别人拿走 是我们自己用 我终于遇到了一个建商主被这么做 然后他在过程中 开始找了音乐家、奏曲家、卦家 开始为这棵100年的凤凰树再做他的文化 将来他要一并在房路交的时候 交给跟他买房子的人 谁说建筑又不会变 谁说老树会赚钱 我觉得很有卖点 非常有卖点 他会做他会炒作 人不就是会学习能变化 让留下一棵老树 让把环境保护好 让这个环境里面有鸟有蝴蝶 成为我们消费付费的内容 你知道建筑公司怎么开周贵 每个月在卖房子 卖房子现场就有销售小姐 销售小姐只要有一个人来看过房子 他就要填调查表 这调查表上我是打勾的 就是现在上门来看房子的这个人 最在乎的是什么 一建筑师是谁 二建材是什么 三地段 四建材 然后总共 然后最后相较其他 如果销售小姐针对这个人来看房子 只有留下来这个表格上 他勾选这个人最在乎的东西是其他 他就要写那个其他是什么 比如说要送东西 还是比如说要住在民人旁边 那前面的选项就是我们念的 建筑师第一段 临近医院临近菜市场这一类的 好 最后如果勾选其他的时候 他就要写出他在乎的是什么 交通动线你要写上去 建筑公司每个礼拜要把每个销售现场 这张客户调查表拿出来开会 检讨现在消费者要什么 那最在乎被排名第一的是什么 是建筑师是谁 还是建筑材料的选择 还是地段的选择 根据被筛选出来的前三名 就是建筑公司的全力以赴的 因为现在大家要这个 现在消费者要这个 前三名就是建筑公司会想办法 让他的团队克服跟办到的 我们可不可以把生态挤进前三名 如果你去看任何一个建案 看完了结果选择最重要 叫做建材 地段 根本就没有生态 没有环境意识 那他不过不是个建筑 你帮他干嘛 你不认为他是你在消费上 有需要列入考量的 那为什么一个商人要去考量 他说要卖你房子啊 他说要卖你房子啊 我们可以从那张表就改变台湾 住宅人 秘密密啊 你可不可以上去他写你一样勾 但是跟他讲说 如果你的建案有良好的绿建筑规划 我优先来看请先通知我 这一条他立刻会勾其他写上去 绿色友善规划 如果他有20张调查表 18张出现这一条 你觉得建筑公司会去做什么 请生的专家来上课 把他送去参加荒蝶的活动 我们来加个描绘啊 不是这样吗 因为现在市场要这个 我们要全力以赴啊 我们才有生意可以做啊 我们直接可以改变他 可是当我们都不要的时候 他是肯定我们会要 因为你不要 你没有要给我钱 为这件事情 那他怎么会 我的活动到最后 遇到我最大的痛 不要再问我爱不爱台湾了 哈哈哈哈 因为没有市场反应 到最后动自行的结果 就要选款给我 然后我产品不能这样做 因为没有人要买 嗯 你不要再问我爱不爱台湾了 商业有商业的做法 他也不见得是错 理解他 我们要从那个动线去下手 友善的方法 三件 三个要求 会让台湾的住宅市场台北 第一上去看房子要走 就跟他说 你如果做友善环境规划 我家价都给你买 第二个 你如果没有做环境友善规划 你算我便宜我都不要跟你买 第三个 你如果有做环境友善规划 我又先跟你买 虽然他跟你一样价钱 但是我跟你买 这三个就是 竞争公司在取决 他到底该努力什么 他不是好人 他不是败人 他没有讨厌绿天主 也没有讨厌生态 他只是要卖得掉 在同业竞争过程中 他卖得掉已经过利 那就是他的逻辑 他没有任何的善恶跑坏 如果我们热爱台湾 接快土地的话 那可以从我们的反应上去讲 我们知道在捷印在旁边 我会觉得OK 因为将来好脱手 那如果有一个房子 他愿意退缩 绿化是会的 中台湾原生种的植物 房子有一个好的洞械 让人家邻居可以过 你愿意为这样觉得他是好监爱 可是这样他可能牺牲一些成本 牺牲一些销售的频数 所以他搬价会高一点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你愿意你多买一点 然后买个大家一起享受 包含鸟 你愿意吗 你愿意 他就被你消费一些 你不愿意 那就要看建商爱不爱台湾啊 他是这两条路就是 自己将来 这块TP的命运 你把它形成共识 大家都形成共识 他就被你产品归了 我们也没有谁会吃亏 就是我拿出来 你不拿出来我才会吃 那大家一起拿出来 就不吃亏了 把它形成是台湾的消费意识 但愿武飞路的这一个百名凤芒术 真的会台湾创新的房地产高价 钱天天在花 所有房地产的房子 没有人买的时候 他们就去买钻石 不买钻石的时候 钱就是不断的在流动 钱只会去一个地方 叫有钱的地方 因为他只会换钱而来 不关钱的事 不买房子 他去买其他的投资产品 在消费市场里头是获利 如果这一颗百年凤芒术术的炒作 可以换钱 表示文化跟业文价值 换出来成价值 那台湾会进步 去找个女明星来广告 要十分多了 这两棵老树告诉我 树从来都没有问题 鸟也没有问题 来自于台湾的美好 是消费意识的决心 然后付诸于行动 付诸于行动 优先看待它支持它 让商人可以合情合理的去盖个好进去 用消费市场 好 谢谢 谢谢